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爸王好 我是婉蜜 学校将于两个星期后开学 教育部长法琳娜表示 全柔时区所遭遇水灾重创的学校 将要尽速维修 好让学生能够如期开学 而校服被大水冲组的学生 可以暂时穿便服上课 当局也会补发新课本 给课本被禁毁的学生 法琳娜说 她已经收到教育部工程组 对灾后学校维修的评估报告 教育部将用维修基金 拨款给受灾学校修复 好让学生在安全的环境上上课 她说 教育部不打算攒年开学 因此修复受灾学校的工作 必须尽速展开 如果受灾学校无法在 两个星期后完成修复 教育部将使用网课或其他替代方式 确保学生如期开学上课 她表示 教育部也正在收集受灾学生的名单 以安排教育部相关基金会 给予援助 同时也安排了义工团 协助受灾教师清洗屋子 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雅一旦 当地这一两天一些水灾疏散中心的食物品质出现问题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南西苏克利今天巡视 亚一旦哥打达南国小疏散中心时 坦言却有此事 而当局已经警告承包商 因此希望各造互相体谅 他说承包商也承认 这两天送往水灾疏散中心的食物品质有问题 主要是因为难以取得食材 而且必须到较远的地方再送 他表示 当局只是向承认疏散的承包商发出警告 因为在这个水灾严重的时刻 并不容易找到承包商 所以希望大家互相体谅 以解决问题 不过他表示 目前疏散中心的食物品质问题 已经解决 当地州议员也会协助辞食 新闻最后 一起来关注水灾重灾区三河港 三河港诊疗所饱受水灾重创 预计需二至三个月的时间修复 才能重开 诊所即日起 暂时移至村内民众礼堂 比格区州议员陈中 今日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 设在三河港民众礼堂的临时诊疗所 只能提供简单医疗服务和取药 紧急病情还是得去拉美式诊疗所 或者西加墨医院 据他向医护人员了解 由于医疗器材被水浸坏 以致临时诊所无法提供胎儿扫描 验血及验尿等服务 不过临时诊所与原址的人力一样 会有六位医生 五位药剂师和四位医护助理来执勤 据悉 三河港诊疗所在2006年大水灾时 水位只有数寸 本月一日的水深则是达到四尺 希望水浸的梦魇可以尽早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更多社区动态请继续留意 星洲日报 星洲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